中美贸易谈判好像向好方面发展。 港股周五,11日爆声于500点。 但过去年多经历过多次中空保。 相信不少投资者都学精了。 有了心理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随时变脸。 搞到股市又再翻云覆雨。 走势上,恒生指数自8月底出现终极死亡交叉。 50日线失手250日线,的利淡技术指标后。 至今尚未见起色。 看小季内回市24500点水平的机会颇大。 投资者紧记,一旦失手此位, 就要严格执行风险管理。 全身而退。 加因紧接下来的会市调整幅度达双位数字的大跌市。 无谓冒险换空手入白印。 看看恒指走势图。 去年末季的低位在24540点水平。 短线约恒指持续反复向下。 这个位就成为重要的滴滴支持位。 一旦失手,将会引发新一轮紫食潮。 松仪令跌世家剧。 再看恒指周线图。 250周线目前处于25612点。 去年末季恒指见低位24540点水平时。 也是刚跌至250周线。 行手稳期上面指跌回升。 到底今次又能否再一次成功考验250周线支持。 不得而知。 但若然是失手的话。 参考2015年恒指失手250周线后累计跌幅若两成计。 以目前250周线处于25611点。 重演失手此位后累计两成跌幅的话。 即恒指要见回20500点水平。 至于短线反弹。 两个较大的阻力位分别在26200点及26500点。 中美谈判重要时刻。 市况波动增加乃预期之内的发展。 投资者要随机应变。 做定两手准备。 事实上。 除了恒指技术走势分析外。 从恒指成份股的盈利前景来看。 港股的潜在调整压力确实真不少。 尤其从绑港企股、香港地产股及银行股。 正面对香港经济进入衰退期的严峻挑战。 盈利前景恶化。 以及资产价格的潜在调整。 正在酝酿新一轮重股潮。 松仪对恒指表现构成压力。 虽然目前中资股占港股市值逾六成。 其动向对恒指影响也许更重要。 为官乎国际形势。 只怕明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。 中美关系都会起伏不定。 中国外贸难有大喜悉。 单靠内部需求力挺。 但缺乏资产效应支持。 货币政策宽松受限。 单靠财政政策实难长久。 整体上中资股表现能平稳已算万幸。 若中美关系再存坏消息。 中资股的潜在沽压还是不容低估。 港到尾。 中。 港已至全球经济只望差强人意。 如刚一般率先反映经济。 情况愈来愈空险。 股有物在对明年股市前景全太大幻想。 短线股市维持人气低落。 指数在一千几百点波幅内上上落落。 但十个牛皮九个淡。 如今可以做的事积极去杠杆。 强化固定收益投资组合。 以首代工。 争取免被资产价格大调整淘汰出局。 辞联合的资格大调整出局。 数据是丰富的资格大调整出局。 这些人都在美国的资格大调整出局。 对于是丰富的资格大调整出局。 已经是丰富的资格大调整出局。 对于是丰富的资格大调整出局。 就会我们的路由达球出局。